《新鮮》 希臘工人已開始舉行48小時罷工 同時希臘國會正在討論為獲得歐盟提供額外救助撥款 而實施新一輪財政緊縮政策 今次是6個星期內 希臘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大罷工 很多的士、火車、地鐵及輪船 將於星期二及星期三停駛 由於空中交通控制員罷工 民航班機被迫取消 示威者走上街頭高呼口號 指責希臘政府恐嚇人民 他們有要求取消所有財減就業、教育與保健經費的計劃 希臘的學校和政府機構關閉 醫院只是維持緊急服務 希臘國會議員在星期二便 論新的財政緊縮法案 包括削減170億美元的開支 當中包括退休金和其他福利 預料希臘國會將會在星期三 就有關法案進行投票 如果國會否決議案 希臘政府將會在今年11月 用興所有資金 電視努力在今11月 在這次中共開支 日文中央 八個月 我們在明期五 我的運動 通常